大家好 歡迎收看10月16日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花六四縣日港公路封兵端單線通行 但對於瑞穗在1.3公里陸基塌陷43米深 縣長徐仲偉現看之後 又率領建設處施工單位及封兵 還有瑞穗兩鄉首長從封兵端進入奇美春 來聽取部落主任新生 他也表示說會在10天之內在1.3公里坍塌路段 先架起便橋直接單線進出瑞穗 15日上午 縣長徐仲偉透過空拍初步掌握 花六四縣日港公路1.3公里處 陸基嚴重坍塌的災況後 下午4點多 縣長領軍的縣刊隊一行人 又從日港公路封兵端沿路縣刊 徐仲偉還不時地下車徒步勘災 聽來接應會看隊伍的奇美村長蔣國雄 對於瑞穗與封兵兩鄉公所團隊 再在後第一時間搶通道路運送物資應急 對於東端封兵單線通車 部落族人上班就學就義的路程 增加到百公里遠 天災斷路族人萬般無奈 基本上是可以讓村民出去採買 學生可以上學 上下課 那老人家也可以方便從那邊 因為我們的生活圈都是往內睡 那很少往這邊出去 我們先把便道趕出來 那這個之間可能會跟鄉長跟公所確認 也許是哪幾個時段可以讓大家走 因為包含我是建議可能到晚上 就我們就一定封閉 晚上我們禁止通行 而面對族人的無奈 縣長許正衛也十分關切 也向公路局第四公務段長陳錦陽 縣府監設處工程技師縣刊討論 你定出最好的解決辦法 我們也會帶這個土質穩定一點 然後我們用最短的時間 大概十天內 會把這個單線的部分 先讓在齊美的居民 能夠順利到瑞穗 然後這個能夠通行 讓這個民眾可以便利 那未來再做這個 再做其他的結構 為了儘快恢復 齊美部落族人便捷進出瑞穗生活圈 新政府團隊現刊後初步擬定 針對瑞港公路1.3公里處陸基坍塌 將力拼10天之內先行架設便橋 方便族人單線通行 同時也將儘快進行 後續修復整治工程的規劃執行 建構瑞港公路一個安全的交通 記者是玉蘭瑞穗採訪報導